現在呢 我們試看看用手機來做 但是呢 我就要有一點互動比較好玩嘛 所以我今天把這個丟掉 剛剛記不記得我們用過燒杯 請你把它換到點擊燈泡這裡就好 換成這邊之後 你看我們左手邊 剛剛有跟各位提過 巴拉克里是不是只剩一個 好 一樣的 你剛剛的程式 你一樣把它丟出來 點擊燈泡 狀態切換 不只它 還要誰 對 LED燈是不是要換一下 對 好 但是重點在這裡 我們要玩手機版的 你看上面有沒有一個QR Code 所以 點下去 來 你們掃一下 你們掃一下就可以控制我的 真的假的 你掃描看看啊 看誰可以控制我的啊 你們都可以掃描嗎 你看一下你手機上 不知道出現的是什麼畫面 有沒有這個燈泡的畫面 有對不對 你按看看啊 它是白的 喔有有有的 再按一下 按會有反應嗎 按會有反應嗎 我怎麼知道按會不會有反應 這就是有在按啊 可是我跟這裡沒有反應耶 欸你們要想看看 到底那麼多人這樣到底要聽誰的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你是聽我的 為什麼你的訊號就比別人強 哈哈 為什麼你的那麼阿把 所以你知道嗎 差別到底最後會聽誰的 聽最後一個人 如果我都沒有設定 特別設定的話 他只會聽最後一個人 因為第一個人來了 控制了 可是第二個人來 訊號是不是又進來了 對 就是由後面的人取得控制權 這樣了解嗎 如果你們要多個人一起玩的 大家都可以控制的 多人 你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叫協同控制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如果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重新再產生一個QR Code 這樣每個人都可以控制 只是我在想我這個燈不知道會怎樣 有的人要開有的人要關 對不對 有沒有 因為很多人都在按阿 所以有的人這樣按開 有的人這樣關阿 哈哈 對不對 所以現在就是 這樣就卡住了 對不對 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有可能是我們這邊 現在網路 因為太多台 所以我還是還幫到你用自己的 好不好 好 我把畫面還給你 這樣知道 WebDuno雖然他沒有 讓你用一個APP 可是你掃描那個QR Code 你就會看到他的那個Web介面 好Web介面 一個觀眾 也沒有人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